臺灣的臺灣政府 今天很高興跟各位見面 首先我要代表臺灣的人民和政府 歡迎各位 首先我要感謝歐洲議會長期以來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我要強調臺灣不會在全球的議題上缺席 也希望做出更多的貢獻 包括氣候變遷 人道救援 防恐合作 以及共同打擊跨國參與等等 我們希望讓臺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第二件事情我要提出來的就是 我要拜託促請歐盟競速跟我們開始談雙邊的投資協定 對臺灣來說 歐盟是第五大的貿易夥伴 歐商更是最大的外資來源 這樣的合作成果必須感謝歐洲議會的朋友多年來 努力深化跟臺灣跟歐盟之間的經貿關係 這當中包括通過臺歐盟經貿關係的決議案 奠定了歐洲議會支持臺歐盟雙邊投資協定的基礎 並且不斷的付寢之委會跟我們開啟談判 臺灣現在正在全力推動的產業政策包括亞洲矽谷 綠能科技 生技 醫療 智慧機械 以及國防 航態等五大創新的計畫和產業 加上我們也非常注重新型的農業和循環經濟 我相信在這些方面 歐盟有很多的經驗 跟很多的資源可以跟我們一起共享 共同來創造新的機會 所以未來 臺灣跟歐盟可以透過政策的交流 科技研發跟產業合作 一起來創新 一起來創造更優質的工作機會 只要大家願意在一起合作 我相信可能性是無限 我要再次歡迎各位議員的來訪 我相信臺灣跟歐盟在共享民主 自由 法治 及人權價值的基礎上 雙方的關係將會持續深化 希望各位能夠支持臺灣跟歐盟 在各領域的合作跟發展 一起來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 謝謝